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彼得前书二章四至五节 你们正向着基督走来 祂是活石 是上帝圣殿的房角基石 祂被人丢弃了 却被上帝拣损 要得极大的荣耀 你们也是活石 是上帝用来建造 祂自己的属灵殿与的 然而 你们是上帝圣结的祭司 藉着耶稣基督者为中间人 献上上帝喜悦的属灵祭物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活石 环石 化石 很多人星期日去教会 每个星期跑教会 好像教会只是一座建筑物 另一些人去作礼拜 或者守礼拜 好像教会只是一个组织 而教会生活就是扮这些活动 举行一些仪式 圣经却是教导 教会是一个有机体的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建筑物 组织及礼仪 不过是工具或者途径 帮助这个生命成长 彼得说教会是属灵殿雨 建筑的材料是活石 就是一群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 活石表示这些人的生命力旺盛 有新尘代謝 太旧满身的成长功能 成长必须愿意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不是随风摇摆 没有定向的随波逐流 活石是稳定建立在房角基石 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上的人 他们有坚定的人生目标和信仰 而且朝向目标不断改变自己 一个停止成长 不肯改变自己的人 不是活石是环石 这样的人在教会越是热心 惹出来的祸就越多 他们自以为是 不能够虚心聆听上帝的指令 和人的劝道 另外一些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如果不追求掌进 就会变成花石 教会越多这样的基督徒 就越似博物馆 如果教会缺乏吸引力 有谁喜欢每个星期都来博物馆呢? 破碎痛悔的心 是上帝最喜悦的灵制 也是我们保持做活石的秘诀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